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微桥生计微桥勒林生活馆的总经理 吴景和吴总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微和的生计的总经理 那您是当初是创业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希望 我们在所有的医疗院所 都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些的产品或者服务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服务 或者这些的产品 能够让所有我们的这个全人类 就是说他的整个健康的状况 是越来越好的 是这样 所以才成立这样一家这个公司 过去的吴总过去的经验 就是做相关的产业吗 是的 我从出了社会就一直都在药业界 接触的都是医疗院所 接触的可能都是专业的医师 钥医师或者到末端的这些的病患 是这样 那有感于这样 我才想说能够借着这个平台 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民众 有更好的产品的选择 医疗院所有更好的这些的提供服务的内容 是这样 那像吴总您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微桥生技跟微桥乐林生活馆 那这两个的差异性是什么呢 主要微桥生技就是 所有医院医疗院所会用到的商品 包括医疗器材 包括健保药品 这些的东西呢 是我们过去呢 长期在供应的 那后来呢 就是说引领人口的老化 我们也嗅到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口结构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才在成立了生活馆 乐林生活馆 主要是针对长者 他会用到的这些的产品 食衣住行预乐相关的产品呢 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馆里头找得到 那借着这些的产品呢 能够让他们呢 除了愿意用之外 让他们的生活品质更好 让他们的生命尊严呢 被兼顾到 是这样 原来是因为这两个的这么大的区别 等于说一个B2B 对 一个B2C 那也因为 就是给医疗院所的东西 相对的就是会比较 没有办法顾及他们的尊严这一块 所以你们特别去弄了一个乐林生活馆 引进一些看起来相对时髦 相对有造型的 让他会觉得说我带这个很酷 没有人看得出来这是注定器 我的拐杖非常的有那种亡者气息 没感 那之外应该考量到他的美感 对 他的时尚感 他的品味感 没错 这样长者才会愿意用 愿意用很重要 不只是功能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产品功能 但是他不见得愿意用 是这样 所以我们着眼里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才会去 就是说到处去看啊 去找到适合的这些产品 才引进到我们公司内部来 没错 因为也一定要愿意用 有时候 因为有些长者他们 不想要去弄那个拐杖 但是他走路就是不方便 是的 那你不愿意用摔倒了 又可能家里的人 可能又要担心 又要请假 又要什么 那你们刚好提供了给他 他愿意用的产品 是的 你们的服务相当的好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商品的部分 那你们还有提供咨询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好 就是说我自己也有感到 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做 经营一家公司 我们都会说 要认识一个会计师 认识一个律师 因为在生活上都会用得到 对 那我现在渐渐的会发现到 就是说 也必须要认识一个 医疗相关的人员 而我们公司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据法案 就是说你的长照的评估 你医疗到医院里头 到底什么样子的疾病 看哪一个科别等等找 甚至找哪一个医师比较恰当 这些因为我们在医疗领域 经营三十几年 所以我们比较有一些的经验 或者是心得 就相对的 包括资源 就可以相对的提供给我们所有 可能必须要用到医疗资源 用到长照资源的这些人 提供他的服务 或者自选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今天这样的状况 然后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应该要找哪一个科别 你们真的是提供他们等于全方位 对 我们现在在做也是包括 就是说除了服务之外 生活服务 不见得是医疗服务 包括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之外 就是包括到到他的长照咨询 到评估 或者到后续的提供无障碍 居家无障碍的部分 对这些评估 包括施作 我们都有 是这样 对 那你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一定 其实因为提供的产品非常的多 对 那你在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一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是的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遇到的困难通常就是 包括人力 包括资金等等 我会觉得就是说那股热情是很重要 我们的那股热情就是 希望我们一直期待的能够帮助民众 包括社区的这些的长者 解决真正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样子的着眼点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去 包括去找适合的产品 包括碰到困难 经营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转型 才会去不断的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出发点都是希望 我们所接触到的长者 社区的长者真正能够找到他们适合的产品 或者是能够有咨询的对象 是这样 那个热情 我觉得那个热情 有点爱的传递 也希望说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我们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你们有任何的困难 有任何你们觉得不知道的 都可以来找你们 是的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热灵生活馆 跟一般的医疗器材有很大的不同 有很大的不同 是否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一般的医疗器材行 也就是说它是比较处于被动的状态 一般的民众进来 他要了一只管杖 要了一个住行器 一张轮椅他就卖给他了 就像我们在便利商店一样 去选择的商品就结账 通常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做法比较偏向 就是说真正的了解 慢慢的了解 这个个案的状况 他是应该选用什么样子的商品 来对他的生活有加分 包括对他的照顾者 比如他的外劳 他的看护 他的长照的居服员 怎么样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或者是减少他们的职业的伤害 这样子的着眼点 那给他们适切的建议 我们是这样 所以会慢慢的去了解 个案的状况跟他的需求 才提供给他设计 等于是说 你们会透彻的了解他们的 他们现在的身心灵 都需要什么样的照顾 然后再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跟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可以在你们这边 得到些什么样的挑选的商品 包含他们挑选商品 是不是也会 你们会提供给他不同的建议 是的 包括就是说我们在长期的互动 关心之下 事实上这些的消费者 这些的民众 其实也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我们的那个关系 其实都是不错的 而且也会渐渐的 我们会发现到 除了他自己之外 包括他的左邻右舍 包括他的家人 可能陆续会用到医疗资源的时候 相对的会回来找我们 对没错 比起跟医院的医生在打交道拓展人脉 更能实际的接触到顾客他们的心情 是的 跟他们的回馈 对 Red 那真的是真的很蠻大的成就感來源 那是一種成就感 不是完全為了賺錢 賺錢大概沒辦法支撐太久 對 沒錯 內心的成就感 一定要有一個愛的付出跟愛的回饋 這個事業才可以越來越長久 尤其是你們現在是照顧到長照、高齡、老人 或者是一些患者 對 提供這樣的服務你們更需要用愛的傳遞 那接下來像是短中長期的規劃 你們對於威喬跟威喬樂齡生活館有什麼樣的規劃 我們期待是這樣 就是說針對醫療院所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期待的 就是說能夠持續的提供給他們更優質的產品 然後特別是在現階段健保的體制之下 我們事實上醫療或者藥品的行業 其實經營是有相當的困難度 不過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透過我們的努力、資源的振核 能夠提供給我們的這些醫療院所能夠有更多的 武器、更多的選擇、優質的產品 那針對末端的消費者 或者是這一些的長者 我們台灣正式的賣入超高齡的社會 長者非常的多 那我們真的是希望透過這一些的產品 或者服務能夠讓社區的長者 我們自己家中的長者 能夠讓他們的生活品質更好 這是我們的期待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服務的點 這些服務的點 包括我們的電中店 包括我們自己的分店 包括我們的直營店 能夠持續的增加 擴大我們服務的版圖 這可能是我們未來的期待跟規劃 接下來可能就是整個全台灣走透透 都有你們的注點 也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去享有這樣的服務 跟你們的愛的傳遞 你們的精神 是的 那如果接下來有一個創業者 他想要投入這個產業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OK 我想就是說要先了解自己蠻重要的 了解自己的興趣 或者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強項在哪邊 我們談到SWAT分析 也就是說必須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你們的到底我們的使命感在哪裡 這個可能是支撐持續往前走 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因為在經營每一個事業 其實都有他的面臨的挑戰跟困難 那必須要有你的這個充分的使命感 或者那個熱情才能夠持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那個發自內心的那股熱情 或者愛心其實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在這個其實在一開始在製藥公司 40年 然後一直到創業 然後到歷經到現在 都保持著這份熱情 應該是吧 我樂在工作 也樂在生活 就很生活化的工作 所以你在 因為我有看到你蠻多的 就是提供給他們很多的服務跟活動 對不對 帶領他們做活動 是的 一方面我們也期待就是說能夠用服務 來替代銷售 那這樣子的 我們在互動上就更顯得有溫度 所以我們是長期的 在包括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辦很多的活動 包括的健康促進的活動 包括的疫診疫檢的活動 能夠讓長者一方面更認識我們 一方面的 我們也能夠確實提供給長者 他們需要的這些的服務 尤其是免費的這些的服務 能夠真正讓他們感受到 我們的用心 我今天聽到很多 就是吳總您分享的 真的是完完全全照顧到長者 或者是患者 他們的食衣住行 預熱的部分 我們真的非常開心能夠邀請到你今天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那我們謝謝威喬生計 威喬樂林生活館的總經理吳敬禾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